《学科交叉的魅力》 《学科交叉的魅力》 这样还能让更多的听众参与 这个想法得到了各方面很多人的支持 今天我们就开始讲座系列第一期 以后还打算做第二期 第三期等等 第一期有四位报告人 他们都是我们交叉学院的老师 大家在屏幕上可以看到 他们是韩启德老师 乔杰老师 饶意老师和钱称淡老师 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学科交叉的魅力 今天是第一期的第一讲 主讲人是韩启德老师 韩老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民意主席 也是北大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 北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主任 韩老师是药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家 心血管病专家 长期以来都在思考并实践学科交叉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 韩老师就倡导设立了 北大的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也就是我们这个学院 并且一直担任我们的院长 那大家知道 韩老师还曾担任过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务 一直都在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 还有交叉学科的发展 所以今天请韩老师来讲 这个系列的第一讲 是再合适不过了 下面有请韩老师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举办学科交叉的魅力 名师系列讲座 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相信能够对推动学科交叉研究 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本人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 没有什么作为 也谈不上名师 但是作为交叉研究院的院长 理应积极支持这项活动 所以我今天也来谈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算是对系列讲座的开场锣果吧 我今天准备讲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学科交叉是科学的体重应有之一 第二我对学科交叉的亲身体验 第三是北京大学在学科交叉上所做的努力 最后谈一下关于取得学科交叉成功的要素 下面我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学科交叉是科学的体重应有之一 这是我们交叉研究院的执行院长 汤超院士 在工作总结的时候用了一张缓灯片 他说 学科交叉已经逐渐变成了科技创新的一个主要源泉 成为这个科学时代 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盛 他也立举了诺贝尔化学奖 在2017年奖给了物理学家 奖励他们解决了生物学的问题 他还说 世界科技强国多年来持续对重点学科领域的前沿交叉 与融合发展进行了前站性的布局 我国当前总体上处于积极探索阶段 目前教育部 科技部和国家资产科技基金委等部门 都在传统学科分裂模式进行改革 大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那么我想在此再做一些补充 那就是其实这个学科交叉 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科技创新的源泉 其实历来如此 它是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一 我讲它是题中应有之一 有下面这样几层意识 第一 其实科学很晚才有了分科 很晚才成为分科之学 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时期 那个时候虽然也分所谓的四亿 比如说算术 几何 天文学和升学 或者后来一直到中世纪 欧洲博雅教育当中的七亿 也就是这个四亿 加上了文法 逻辑 修持 但是这些完全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分科 一直到近代的科学革命以后 相当长的时期之内 科学仍然是不分科的 尽管后来逐渐产生了少数的 领域很宽 界限很模糊的学科 但是人们还是常常把自然科学 仅仅分成自然哲学 也就是natural philosophy和博物学 就是natural history 这样两大类 一直要到十九世纪 科学分支和分科才越来越多 同时这个science这个英文词 才得到广泛的使用 除了在德国 它还包括science 还包括社会科学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在日本明治为新的时候 引进欧洲科学 由于那个时候的science 欧洲的science已经形成了分科的局面 所以按照日本人的理解 把science就翻译成了日文的科学 这两个字 再后来中国人又从日文直接引进 中文也用了科学来表示science 所以科学这个名词使得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科学 就是分科之学 然后分科却远远不是科学真正的内涵 这个是牛顿最重要的著作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从现在看来 完全是物理学或者力学的内容 但是十七世纪的时候 还只是把它归于自然哲学 这个是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 《物种起源》这本书 当时虽然已经有了生物学 乃至更细的分科 但是仍然被归入博学的范畴 作为博学的著作 下面讲第二层意思 也就是即使在十九世纪 科学分科格局基本形成以后 学科的边界也总是模糊的 不确定的 不同学科之间 总是在交叉 融合当中改变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或者形成新的学科 下面我们就以生物学为例 来看这样的过程 生物学 就是biology biology这个名字是在十九世纪开端的时候才产生的 当时这个biology 这个生物学是主要包含着 已经有的动物学 植物学 生理学 地质地理学 他研究所有生物的结构 功能和相互关系 除了生理学之外 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 都属于不误学的范层 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 赞成和反对达尔文思想的两个方面观点 形成了激烈的争论 使得生物进化问题 很快成为科学界集中研究的焦点 由于培胎的发育过程 在相当程度上 是重复物种演化的过程 从而就促进了培胎学 系统发育的形成和发展 由于进化的关键 不仅仅在于变异如何产生 更关键的在于这个变异 能不能遗传 以及如何通过遗传 来保留这样的变异 所以就促进了遗传学的形成 和快速发展 而在遗传学种群研究当中 又牵涉到大量数据的分析处理 比如孟德豌豆试验当中 一共需要处理2.8万种植物 4万多花 以及40万棵种子的数据 像摩根要统计上千种突变 数以万计果因的数据 生物统计学就因缘而生 上述多学科经过 大概近40年的聚焦研究 达尔文进化思想 取得了科学界几乎一致的认同 对遗传规律都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但是遗传的物质基础这个问题 仍然长期得不到破解 生物学界年轻的一代 已经不满足他们前辈 基于形态 观察 描述和归纳的研究范式 他们从20世纪开始 把物质科学 基于实验的研究模式 引入了生物学 建立起了生物化学 生物物理学 细胞生物学 同时 胚胎学的重点 也转移到了实验胚胎学 遗传学的重点 转移到了分子遗传学 1953年 DNA双螺旋结构的破解以后 分子生物学兴起 学科结构和边界 再一次迅速地变动 形成以基因研究为主导 分子生物学研究为中心的 生命科学的学科结构 有趣的是 最终解开遗传物质DNA 结构奥秘的 不是遗传学家 而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所以回望近两个世纪以来 生物学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到 在生物学范围内的学科之间 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界限 它们总是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 在相互交叉与融合过程中发展 而重大颠覆性的创新 多数发生在不同学科的交界处 近两个世纪以来 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 是从博学方法到实验方法 从形态到功能 从整体到分子 学科不断地细分 而同时又保持着 从分回到合 从源回到综合 这样的一定的张力 近年来 热门的大数据研究 真实世界研究 虚拟真实性 Virtual Reality 冷冻电竞等等 新的显微技术的发展 都是明证 最后第三点 我还是要符合汤朝院长 关于学科交叉 重要意义的认识 学科交叉研究 确确实实 是颠覆性创新的 重要途径 我是学医的 我就举医学发展历史上 两个方面的例子 一个方面是 化学 推动病原微生物学和药学 蒸汽机的发明 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就要使用大量的煤炭和煤气 而煤炭煤气的使用 就产生了大量的 污染废物 煤焦油 这个煤焦油怎么处理 带着这样一个难题 然后就推动了 这种需求推动了创新 化学家 首先从煤焦油当中 提炼出了蓝色的本案 以及各种颜色的 本环芳香族的 衍生化合物 在这个基础上 德国的染料工业技术 兴起 发明了越来越多的染料 随之 有生物学家 细菌学家 就发现有的染料 可以选择性的 使用到一些生物的组织 尤其是细菌 甚至于在细菌的不同部位 比如说细胞核 细胞质 可以染上不同的颜色 所以这样 无疑能够直观地 能够看到 被染料染上的生物结构 在这样的基础上 法国的巴斯特 德国的科赫 相继在病原 卫生物学的上面 取得华时代的成就 比如 科赫就发现了结合菌 这是一个 在抗结合上面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也定了科赫的 病原 卫生物确定的四大原则 后来又发现 如果特意作用于 病原细菌上的染料 能够连上 有毒的一些化合物 那么这些染料 就可以把毒带到 定向的带到细菌 来杀灭病菌 但对人体没有害处 利用这个原理 1910年 Ehrlich 发明了Cyphus 就是我们促成的606 来成功的资料 美毒 这个606 是成为人类首创 第一个化学合成的药物 这些都是在化学的发展上面 甚至于很多化学家 在变成来研究生物 来取得的成就 同时化学 也促成药物发明的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 现在有人知道 但是这也经过了 相当长的时期 十八世纪中 英国的有一个人叫Stone 叫Edward Stone 他看到 沼泽地区 当然 这个虐渐病人很多 但他同时又看到 沼泽地区 这个柳树 长得很茂盛 这就联想 他说 这也是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这个 两个东西很多 那这柳树皮 是不是能够退热呢 后来经过试验 他真的发现 这个柳树皮 肝粉 能够把有的 发热的病人 能够退烧 随后也是由于化学的进步 到1828年以后的十年间 德国 意大利和法国 先后从柳树皮当中 分离出来 具有退热作用的水扬肝 和水扬酸 后来 这个53年 德国的科尔贝从 直接从煤胶油当中 提炼出水扬酸 可惜这个水扬酸呢 它对胃肠道 有很大的毒性 所以会造成腹泻啊 甚至于胃肠窜恐 还有死亡 所以就没有能够在 临床上推卸 最终到了1897年 一直到19世纪的最后 这个德国的 这个巴尔公司 在从水扬酸里面 得到它的原生物 乙锡死扬酸 这个乙锡死扬酸 就是和我现在称为的 阿斯匹林 因为阿斯匹林的 这个有确切有效的 解热 正痛的作用 而胃肠道的副作用呢 大大的解弱 以及后来又发现 阿斯匹林还有抗凝血 还对心脏呢 起保护作用 所以一直到目前 仍然是临床 应用最广泛 疗效最确切的 化学合成药物 我要举的第二方面的例子 是关于物理学 怎么来推动 临床影像的诊断 1895年 伦琴发现X射线 第二年 就把它应用到了 我们的医学影像 大家看右边这张图 是他夫人的手 通过X射线 通过不同组织的 透过的不同 在胶片上造成影像 然后X光在医学影像上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 后来就把计算机的技术 进行结合 就产生了计算机的 断层扫描摄像 也就是CT 这个CT呢 可以把人体的内脏结构 更加直观化地体现出来 所以大大推动了 医学影像的发展 所以在1979年 是获得了诺贝尔 医学和生理学奖 获得者是物理学家 和电机工程师 后来发明 把能够发射正电子的化合物 比如说碳14 把它标记到葡萄糖分子上面 然后注射到人的血液里边 到达各个组织 当然由于血液循环 最多的地方 也就是代谢率最旺盛的地方 它带有正电子的化合物 葡萄糖 比如说它就越多 那么它发射的正电子就越多 所以就能够利用这个原理成像 比如说发现人体里边 有这么一个集中的 高强度的一个点 但是它在哪个器官上呢 只能隐隐约约 知道在哪一个部位 不能很确切的 但是它非常敏感 特别是一种疗的发现 那么后来人们又把PET跟CT 能够结合起来 那么这个点上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是在长在一个前列线上的 直径几毫米的一个总流点 都可以发现 这就是正电子发射 计算机端次少项和CT的结合 同时也是物理学家的努力 发现了磁共振成像 利用我们组织细胞 我们的原子核上面的直指带有正电 它在强大的磁场上面 它有成为规则的排列 再给予一定的频率的射频 这样的话它就发生共振 在共振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发生波谱 把这些记录出来 经过计算机的处理 就可以得到非常确切的 立体的人体脏器组织的形象 包括并造的这个形象 同时这个核子发展越来越快 从二维到三维 从三维到四维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可以动态地显示 这是最近几年心脏的核子动态图像 大家看 如果说我们学过解剖学的话 我们现在在动态的磁共振上看到的心脏 不仅是它的心死 这个半膜 乃至它的血管 都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动 显示出来 如果现在最近呢 又结合这个人工智能 来经过深度学习以后 甚至根据这样的形象 可以来检测心脏冠状动脉的血流 所以这样的时供症的发展 也是进一步地推动了我们医学影像 在2003年 也获得了诺贝尔的医学 或者生理学奖 这个获加者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奖 我们影像还有可以用内窥镜 就是我们用显微导向 到了人工的器官里面 或者抚腔镜 或者通过食道 或者血管等等 只要在腔道里面 把这个导管进去 然后它发光 同时摄取形象 所以内窥镜 对医学成像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可以应用到 人体所有的部位 我举个例子 这也是我们 我所碰到一个学生 他是清华大学 经历一期期毕业的学生 不是学医的 而来他出国到日本 到了Olympus 一直做到 这个Olympus 大家都知道 光学的非常发达的一个企业 做到了医学 内窥镜方面的主管 但是他要回国发展 那个时候的规定 是非常严格的 所有的资料 所有你在日本研究的东西 都不能在中国开展 我说你怎么办呢 但是没问题 我搞日本人 没有搞过的东西 后来呢 他是太简单了 他搞了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的卫镜 卫镜呢 原来是当然先要发光 然后这个间断呢 能够把胃里面的 这个影像出来 那是单光谱的 但是我给他发作 两种波长的光 一个绿光 一个蓝光 这个 它对不同的组织呢 它吸收程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这个是 这个 绿光 它的 为黏膜表面 它的血光最好 但这个 在波长短一点的 蓝光呢 它 在黏膜上的血管 它的吸收很好 我说你两种光 怎么能够整合起来呢 后来我去看了 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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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 太简单了 就跟我们一个 救护车上的转灯一样 只不过转得快一点 这是一个发绿光 一个发蓝光 它这是小额科 对我们功课的人 太简单了 但是就这么一个发明 后来它又 用通过 激光 传输 无线供电 所以它现在 在位纪上面的 这个新的 这个发明创造 已经 畅销到 国内外 对于 我想 这个学科交叉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当然现在内窟 已经发展得非常快 现在就用机器人 比如一个玩耀 吞进去 通过你的消化道 全消化道 那么它把你所有的形象 都可以拍摄下来 总的来说 这个 医学成像的发展 主要是由物理学家 来推动的 但是 由于医学成像的发展 我们的医学 医生 能够直接透过体表 看到身体内部 不仅越来越看清楚了 它的内障 看到它的 病灶 然后 当然 就推动了外科的发展 也推动了 药物等等的发展 所以 应该说 二十世纪 医学 一个取得 巨大的一个飞跃 它启动于 医学成像 这个 不是我们的生物学家 也不是 我们的医学家 而是我们的 物理学家 来推动的 第二呢 方面我今天来谈下 我自己对学科交叉的 亲身体验 我1962年 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 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68年毕业以后 分配到陕西省 临通县的一个 农村公社卫生院 当临床医生 这个图上面 就是我们 这个卫生所的 全部建筑 不仅门诊 药房 注射是在里边 我们的职工 也住在这个房间里边 只有我一个 医学院校别生 所以我待在那儿以后 所有的病人都要看 内外 腹 五官科 等等 怎样是病人 我都要看 后来甚至于 外科也看上了比较多 我一直做到什么呢 做到 大家知道农村的妇女 在基本上那个时候 还是都是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还是接生婆 多数接的 所以慧英的保护 分娩的时候 是很不好的 我为了解决她 我给她做修补术 后来我研究生回来 回到大医院 讲起我的经历 他们的 我们的大医院的医生 很惊奇 我也才知道 这个阴道肛门肉丝 甚至在成型科里边 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手术 但是我居然 也把它做成功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说我是医学 是哪一科的呢 我也自然成了 部分科的医生 后来还学了中医 很多西医没办法的 比如说那个时候农村 医生看病发烧 发烧就要退得快 否则他就不相信你 所以都是用退烧针 打针 或者至少给他吃药退烧 有好多病人退烧以后 就是出汗不止 那西医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你都退烧也退了 但是圣醉几个礼拜 几个月 他就是不断地出汗 后来我发现只能用中医 效果是相当的好 还有你比如说移镜 那一些年青年 他移镜 那西医也知道有这情况 有办法吗 从来没办法 我老师没教过 书上也查不到 中医有办法 一部分还相当有效 甚至于农村 这个年妇立状的产妇 完了以后他就是没奶 用中医加上针灸 效果很好 更不说当然这个例子很多 中医学了以后 跟西医结合 取得相当好的效果 所以我说现在的全科医生 是不分科的 我们说科学 我们今天说跨学科 我说在实际当中 我自然就成了一个 不分科的一个医生 我想现在的全科医生 也大概能够做到这样 也已经很不错了 后来到了79年 有机会我就上了研究生 我为什么会去改了搞基础呢 这边也有点故事 到了七七七八年初的时候 我终于获得了个机会 参加陕西省冠心病高血压的学习班 有机会到了第一次到大院 到了那时候的西安医学院 第一幅学院 看当时收到的心肌梗塞的病人 真的是没有任何治疗方法 诊断是可以的 因为用心电图 可以看到特殊的表现 但收到病房以后 我跟着大夫 都是很有名的大大夫 我看来现在才没有办法 病人好了 我想是他自己好的 就是休息 不是药好的 很多病人也就去世了 所以当时对我的刺激是很大的 我就想我应该去研究 到底才有什么办法 可以挽救这些病人 所以当时有靠研究生的机会 我就准备去绝对搞基础 当时也就觉得 当时直接跟惯性病有关的 西安医学院的病理生理 卢星老师 他这么搞惯性病 心血管的病理生理 我就成了他的研究生 而且我选的题目 就是大夫心肌梗生面积 和新功能的关系和影响因素 当时条件很差 大家看这个照片里面 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导生理记录仪 其他都在自己创造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当时我遇到了一个最ABC的问题 我们要策略新功能 这个新功能 其中一个指标 就是心事里面的压力 我们是可以测达的 但是心事的压力 怎么来反映你心脏的功能呢 并不在于压力的大小 它功能强弱 在于你压力变化的速度 而这个日本的胜利记录仪 是可以进入到DPDT DPDT是个微分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时来说也得去学习数学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方法 还后来就推广到全国 我们要做了老鼠心肌梗舌 还要去干预 要策定它这个梗舌范围 没有办法 而我们自己创造办法 我们把它做成切片 这切片以后能够区别 组织显微镜下面 是可以区别正常的 和根式的组织 那这个面积怎么测定呢 我们后来终于找到 他们地址研究所 他们测定这个地图上的面积 一个很简单的轨迹 一个小的 像现在的罗盘一样的 沿着我们的画下来的读图子 可以直接演化成面积 所以这也算是一些 小小的学科交叉 不管怎么样 我从一个临床的全科医生 转换成了一个研究 冠心病和心脏病 它的发生的机制 和影响因素的基础研究 后来到85年的时候 我有机会去了美国 到Emily大学当法院学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病理生理学 我转化到了分子生物学这个学科 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Emily大学呢 这里面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这个校长 James Lennon 他是一个民主党的一个骨干 后来克林顿时期去当了驻韩国大使 这个校长提供校长基金 这个校长基金是很自由的 所以当时也有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贷款等等 我还是选择了这个基金去 到Emily大学 另外呢 这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Greenzig 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做PTC 就是说导管术 心脏导管术 是他第一个 做导管到挂脉扩张治疗 他是第一个 在77年做成功的 他在Emily 所以我目的这个名 我要到Emily去学习心血管的研究 但到了那里以后 我就发现不那么回事 是见到了Greenzig 他的心内科很好 但他的研究呢 是在做一些血流动力学 做狗的 测定狗的 他的血流 心脏的功能 他们一批博士生在做 而我呢 这些对我来说 真的是我在大树上做得那么溜 你看这么大的狗 所以实际上呢 我觉得可能学不到头的东西 好 那个时候好在我用孝胆的基金 正好他们跟药理区在合作 做一个Neuropeptal Y 一个36个态的 这个刚刚发现的态 对冠状动脉的作用 我找到那以后呢 他们研究了已经几个月 就是看不到它有任何的作用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呢 大概狗不行 换下兔子看怎么样 他们一批PHD 不知道兔子灌着动脉 是怎么长的 我知道 为什么呢 我做研究生的时候 我跟我们解剖的研究生 经常一起玩 不仅干别的事 玩别的 玩它的解破 搞那个比较解破 所以不仅 你看 左边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 可以把那个明胶 在活体的时候打进去 这样的话 然后呢就在那固定住 然后这样别的取下来以后呢 都消化掉 最后就完全看成非常漂亮的动脉 静脉的血管 所以把狗的 兔子的 老鼠的 心脏 通通做了一遍 所以我知道 兔子的灌着动脉 是很不一样的 跟人物不一样 跟他们做的狗 也不一样 而且它的灌着动脉 是埋在心肌里边的 那由于我当时的 去交叉的这个学科 所以我很快就选择了 兔子做 而且果然做成非常显著的 作用 而且发表了一篇文章 当后来呢 我又说 那就可以看看 对脑血管什么作用 所以做这个 而且做大数 很小的基地动脉 这个紧脉动脉上去以后 它就这一段 基地动脉取出来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 果然看到 跟灌着断面同样的作用 它不仅可以直接收缩 这个血管 而且可以加强 别的血管收缩剂 包括我们内源性的 收缩剂的 大大增强它的收缩效应 那根据我临床的 这个我的知识 我们很多脑医学的病人 抢救过来了 一切症状都在好转 但在一周时候 有一部分的病人 会突然发生 严重的脑血管痉软 造成死亡 当然我就想 在脑医学的后期 会不会这个NPY就起作用 所以我就提出 做这个课题 后来果然 我就把老鼠 事先在他的脑室 打进他的血液 过三天以后 来把它取出来 再看他这个冠状动脉 跟没有脑医学的动脉 对NPY的作用 就发现了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这又在国际的刊物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所以这些一些的 我的临床的知识 我的病理生理的知识 等到我做药理的时候 就显示出一些忧郁性 当然接着我就下来 教授 我的NPY到底怎么起作用呢 它的机制是什么 它的受体 这个receptor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又转到了 另外一个搞分子药理学的教授 这个实验室 也很有幸 这个时候再把整体的实验的方法 跟药理学的方法 生化学的方法结合起来 我们在国际上第一个发现了 肾上腺素 α1肾上腺素受体 还可以再分成亚型 这是NATCHO发表文章 而且这篇文章 还是比较经典的 引用非常多 因为凡是要讲到肾上腺素受体 分亚型的话 基本上那个时期 大概在十年之内 都引用我们这篇论文 这是当时我们三位作者的合影 后来我就到87年回国 当然以后还有连续七年时候 我每年有三个月时间 可以到那个实验室去访问 这个工作呢 我把那边的受体系的研究 跟我实验室的心血管的研究 跟病理胜利的研究 都结合在一起 那随着研究的深入呢 我们就要研究一个受体 肾上腺素受体 在作用以后 它会脱敏 这个脱敏的原因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体 被激动以后呢 它用过以后 它要往细胞里面内险 要经过循环 再回过来 或者就消失掉 产生的受体再上去 所以这个受体呢 它是一个魔受体 但是它会移动 是内泄 在细胞内有动 所以我们就想看看 这个激动之作用以后 这个受体到底怎么 一个行动的轨迹 所以我们就在研究 身上腺素体单分子 在活细胞当中的动态行为 当然这个受体呢 我们可以给它 通过flag 一个标准 这个特殊的部位 然后连上荧光分子 这个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形象的 受体的绿色的分布 但是要看到它的活动的轨迹 跟加入激动机以后 它怎么活动 我们就要用新的办法 所以我们跟北大化学系 跟电子学系 生命科学院 中科院的物理所 我们就联合 采用宽敞成像的办法 来光学 做光学单粒子的追踪 这是最后呢 我们也得到了 非常好的一个照片 就是真的是可以看到 它的移动 但是这个移动 你怎么来计算呢 可以用一些 我们不是生活学家 做不到 物理学家能做到的办法 而能够测出来 在移动机受体以后 这个受体的两种亚性 它都有向细胞内移动 而移动的速度 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是分别是 每秒0.3个 平均0.3个微米 和1.08个微米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发现把它的轨迹 给在它放大的时候 发现它是移动 是成步进式的 不是平移的 是一步一步跳的 而每跳一步的距离 是33个纳米 非常有趣的 在细胞里面 33纳米 恰恰是这个基球蛋白 沿着基线蛋白 这个移动 从圆规这样移动的距离 所以接着我们就推测 这个受体内线 是沿着基线蛋白 用机动蛋白 作为马达 来行动的 所以我们这些研究 在国际胜上腺素受体会 这是国际药理学大会的 卫星会议 专门胜上腺素受体会议 我们报告的时候 还是引起了 这个全会的一些轰动的 我们还也做了一些 跨学科的研究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心脏 心肌 受到这个 它有上面有很多的受体 不仅有肾脏腺素受体 有血管紧张素受体 有细胞因子受体 还有natural oxide等等 那么这些受体 引起效应 都要通过信号转导分子 信号转导分子 这里列出了一部分 那么多 相互都要相互作用 它互相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 但是我们还是有点雄心壮志 试图来看看 我们心脏这些信号分子之间 到底怎么样一个互动 最后我们通过蛋白组学 来看到我们在心肌重述 心肌回大的时候 所有我们能测到的蛋白分子 有哪些变化 然后再到我们的 所有的知识库里面去寻找 去总结出来 它们之间这样的一个图 它们互相之间的作用 但是很可惜 正在如图如火继续的时候 我停止了我的研究 所以到03年以后 我相继担任了 到18年 我就脱离了科研 我担任九上学社中央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主席 欧美同学会会长等等等等 所以我的学科交叉研究 也记不上停止 但是我们学院士同道 还在继续地努力 也在继续在这方面 取得一些成绩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力所能及的 在另外的角度 考虑一些学科的交叉 比如说在03年 非典的时候 正是我就 赶牙子上架 到中央台 大家栏目 做了一个假作 来回顾我们传染病的历史 我是恶补医学史 当然平时有点学习 当时这个报告以后 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所以从那以后 我也开始了医学史的研究 当然也有些医学人文的研究 后来我93学社 是一个科技界的一个民主党派 因为做科学的主席 也是个科学的 欧美同学会主要也是 归国留学的科技人员的工作 等等等等 都跟科技有关系 而且在我们国家 科技体制改革等等 我们要建言宪策 所以也做了一些 更宏观的 这个方面的一些学习和研究 所以等到我深深地体会到 我们的国家 在科学技术上 还发展很快 但是不尽人意 很大的程度 归根结底 我们的科学文化 还很落后 所以 我18年3月份一退下来 我就努力地筹备 我就跟我们北京大学和科学 就联合成立了科学文化研究院 后来在去年的5月份 我们又挂牌成立了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 我们开始 就是把我们搞自然科学的 搞社会科学的 搞其他人文科学的 包括甚至于人类学 传播学等等 科学文化相关最密切的各个学科 我们结合起来 来研究我们科学发展的规律 更重要在我们国家 怎么打好地基 来推动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 其中也包括学科交叉 怎么来进行 回顾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觉得自己在学科交叉 做了一点 但是不够成功 归纳其中的原因 大概有这些 第一条件受限 缺乏经费和设备 这句话不是至现在 是90年代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那个时候科研经费 也就是开始是3万 后来10万 后来到20万 当时我们要做复杂系统 买一张芯片 要1万块钱 而且还是一个 只有几百个基因 更不要说 我们自己来点压 是做不到 现在我真是很羡慕 我们现在不缺钱的 我们的实验室 第二呢 我自己在自主创建 实验方法方面 我们的利用新的技术 还是不够 尽管比如应用了 后来一些跨学课的方法 但是还基本是 别的学科现成的方法 没有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发展 来建立我们更新的技术 我自己的知识面太窄 数理化的基础差 一直到现在 我只要看到数学公式 就头打 就看不懂 只能跳过去 那么很多技术 当然就谈不上 归根结底 还是自己的科学 科研的志向不够高 事业还不够宽 而第三方面呢 我要讲一下 我们北京大学 在学科交叉上面 所做的努力 2000年 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 合并建立新的北京大学 当时我担任常务副校长 兼研究生研院长 当时王学院士 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去担任这个副校长 什么事都可以不做 一件事一定要做 就是去做学科交叉 所以我在常委会上 在办公会上主动提出 我来负责 来建一个生物医学 跨学科中心 00年12月份成立 我们做到每个星期三 在本部医学部 各进行一场跨学科的讲座 而且不断地举办一些 小型的跨学科的研讨会 这里照片都是留下来的 当时一些会议 包括我们的 进场光学的 跨学科的研究 都是在这样的 跨学科的座谈当中 我们结合起来来做研究的 后来到06年的4月4日 我们正式成立了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一直到现在 不断地发展 其实在00年的 生物医学跨学科中心 之前97年北京大学 就成立了纳米科学技术中心 后来在01年 在汤超老师的代理下 成立了理论定量生物学中心 后来一直到现在 我们相继成立了 另外7个跨学科的中心 其中一共10个 有5个实体 5个虚体 我们还建立了 持共振成像的中心平台 和高性能计算机 这样两个学科交叉的公用平台 我们还建立了 北京市的和基金委的 重点交参了重点交叉的项目 和重点的交叉学科基地的建设 我们专门成立了自己 这个交叉研究院的 交叉学会峰会 是14年 经过10年的努力 终于自己成立了学科峰会 对学科交叉起的推特作用 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建立了很多 相继成立了不同的 交叉学科的博士点 我们现在的交叉研究院 有来自全校 所有26个单位 这几个学部 26个单位的老师和学生 我们有分成专聘的老师 和双聘的老师 通过评估来决定 是不是续聘 都是经过严格的评估的 我们19年就开始的 研究生课程有25门 面向全校开放17门 其中新开课程6门 在学科交叉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比如说 我们生命科学和物理学 交叉 为体细胞转化成干细胞 建立理论模型和预测 我们生命科学和化学学科 交叉 建立了在活细胞水平 蛋白质的化学 医学和生物技术的结合 完成了单细胞基因组 测序技术 来提高四管婴儿 人工辅助生育的成功率 而且完成了世界上 首个人类早期胚胎 DNA假计划的全景观图谱 我们医学和生物结合 完成了微小案内 参与新衰早期结构重塑 和功能改变的研究 环境和生质医学结合 完成了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暴露 和泰尔神经管齐形 相关性的研究 化学和物理的交叉 结合完成了 为新型材料的自备 和新的物 新奇物理性质的探索 提供新的研究模式 总之 我们北京大学参与员 从成立到现在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现在不仅取得了成果 而且在各个方面 在它的管理模式上面 在它的组织方式上面 都取得了一些经验 最后我要谈一下 我们要取得学科交叉成功 最重要的要素 那是我自己的体会 我归纳起来 有这四个方面 第一 我们要取得成功 取决于有多大的科研志向 我们是要有志于盖心房 还是仅仅增砖天丸 什么叫盖心房 就在我们的科学研究的领域里边 是一个从零到一的 是无论 或者从技术方法上 或者是从某个概念上 从我们的研究里边 跨出一大步的 一座新的房子建筑 而不是在人家 大家已经在建房子当中 你加一窥砖 增窥砖 当然这也很重要 还有你家的砖瓦是大 还小 重要 还次要 但是我们应该 如果说有志向 去盖心房的时候 我们就会大大的增强 我们学科交叉的动力 我们科研的志向 我们是有意创造方法呢 还是仅仅采用 现成的方法 因为如果说用现成的方法 那么你能做出来 别人往往也能做出来 如果说不是没有的方法 自己创造的技术 起码至少在你这个领域里边 人不用的 而到跨学科里面 采用的技术 那这样的话呢 就更容易 完成学科交叉 做出成绩 而我们的科研之下 是取决于我们 是敬意囚禁呢 还是敬意实践 有的学生说 那我要跨学科 那最后弄得是不是 学科没跨成 我自己的学科也没弄好 我觉得这里面 确实本学科还是要做好的 但你不能买做一个本学科 但你跨学科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你对自己的本科 本领域里边 你要有一招线 这个 其实回顾我们的科学史 很多做出跨学科的成就 它在本领域 它就有一招线了 你要我在这个领域里边要做的 这是我做的最好 然后它跟别的学科需要的时候 自然就会结合到它 所以 其实 这是我的体会 登顶 无关乎出发地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出发 只要你有这个志向 你有这个基础 总有一天 你可以登顶 不管你在从哪一个学科出发 所有的这些 你的科研自向的高低 关键取决于 你是把科学当作自己的追求呢 还是仅仅作为 求名求利的敲门砖 我想这个是最关键的 第二我们学科交叉 能不能成功呢 也取决于我们的知识结构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我们从年轻的时候 从科研开始 甚至以前 我们一定要达好 树里化生的地基 这个地基非常重要 像我这一代的人 我们的中学的基础 还是挺好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科学 我们国家的科学 真的起点太低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将来要去做更大的创新 然后我们到了 开始研究的时候 又没有碰到文革 又没有条件 所以应该说 自己的 我自己 树里化生的地基太差 所以后来 需要做学科交叉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代 我们的研究是什么 我希望我们的大学 一定要把 不是要把树里化生学好 而且要把地基打好 所谓地基 就是基本理论 基本基础 比如说生物学 我们要把遗传学的基础 要把我们怎么从基因 怎么转化到今天 怎么变成到人类基因组 怎么到基因边境 这些最根本的概念性 和的东西 知识 以及方法 要掌握 我们 不管你学哪一个学生的 你对数学 对物理 还是要能够 基本的方法 基本的概念 要掌握 这些地基 厚不厚 决定你将来 交叉 能跨得多远 你的楼 能够建得多高 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 是必须继续改革 我深深体会到 前学生质问 其中非常关键的 就是我们基础教育 特别我们的高等教育 在本科阶段 到底学什么 怎么为数理化身 打好地基 当然包括我们 人文 社会科学 各个方面 我们的博雅教育 当然 我们不能等待改革 即使我们今天 改革没有完成 正在进行时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也还是有可以 有所作为 没有人 现在来阻止我们 来打地基 没有人 来阻止我们 搞学科交叉 我们现在 特别像在 北京大学等等 这样一些 走在前面的大学 还是非常鼓励 我们来搞 学科交叉的 所以我们大家 在现在不能等待 要往前走 这里边我觉得 我们还需要 努力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 我们的知识结构里面 我们的教育里面 一定要加强科学史 我们搞科学 一定要知道 我们科学 现在走到哪一步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搞一个学科 一定要知道 我这个学科 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我搞一个学科里面的 一个对象 我也知道这个对象 我指今天 研究的东西 是怎么来的 这些比我们掌握 具体的这么 这一个知识 要重要得多 这不仅是 打湿我们 这个知识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体会 科学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也觉得 在教育改革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学 应该把科学史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来做 最近我看了 我相信这本基因传 很多同学 很多我们的同道都看过 我还是觉得太有体会 这个就从生命科学来讲 了解这本书 介绍它所走过的立场 使我们对学科交叉 会产生更深的体会 和产生更大的动力 我推荐没有读过的 大家都来读一下这本书 第二方面 要我体会的 就是政策导向 这个政策导向 我觉得包含非常多 有时间的关系 就简单的点刀为止 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科技制定规划 和设置我们科技项目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学科交叉 一定要鼓励和引导 大家来做学科交叉 而不是实际的 名义上鼓励 实际都来阻碍的 第二呢 我们特别要完善 学科交叉的同行评议 我们同行评议 现在存在很多的问题 在交叉学科评议的时候 那存在的问题就更大 所以最近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 我们觉得提出 尤其在四个方面 在交叉学科评议的时候 要特别自动 注意的 第一要注意评审专家的选择 不是说你这个学科 做得好的专家 他都适合以来评 一定要选择 他对学科交叉 有兴趣 而且有一定的基础的专家 在评议的时候 要特别要给予答辩 和充分讨论的机会 我们还要设立 申诉机制 因为特别容易冤枉人 所以一定要给予申诉 同时 我们在做一些重大 比如说自然科技基金委 国家科技部的重大项目 在做交叉评议的时候 我们的评委 我们建议事先进行一些培训 对交叉学科 怎么来进行 怎么来评议 给予一点培训 这个政策导向 很重要的还包括我们教师的学术评价 怎么来评价我们教师 他科学做得好还是不好 真的是不能从他的论文 从他CNS发表多少文章 我们看他的学科高度是多少 你在原创性是多少 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条 他在学科交叉上面做得怎么样 那么在我们研究生的教育里面 对学科交叉也有很大的学问 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生 毕业要求发表论文 像我们北大 不仅是要求论文 要求发表比较好的论文 那什么叫好的论文呢 那么学科交叉 当然是很困难的 他要完成 需要花更大的功夫 有的呢 他要在他研究生期间 一定要做完 还要发表论文 他无疑对学科交叉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在对研究生 然后他的研究生论文 以及说研究生论文 发表的要求上面 也应该制定特殊的政策 高好学科交叉 我认为第三个方面要注意的 就是组织管理 需要建立 我想像北大也好 科学院的院所也好 需要建立 专门的独立的交叉科研机构 并且给予重点的扶持 我觉得像北京大学 建立这个前沿 交叉学科研究院 这是有很好的经验 最近学校也准备 给予更大的支持 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 而且交叉科研机构 像我们的交叉研究院 一定要处理好 虚体和实体的关系 全世界的交叉研究机构 都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做成了实体 它往往就面不够广 如果做成虚体 往往推不动 所以怎么虚实结合 既有自己实体的推动 又能够在面上拉动 更多的人来进入学科研究 这是要研究的和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重要的在这样的机构 需要设置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 要完善我们坚持教授 双聘教授的制度 既要承担责任 又不能造成过度的负担 也要有吉利制制 还要有归限的制度 对于研究生的管理 怎么双重的管理 怎么能够我们的交叉研究的机构 能够为他们服务好 同时又不脱离他所在学科的研究集体 我们还要建设和用好 共用设备平台 不能把平台成为少数人使用的特权 为更多人的服务 但是又不能空转 所以这里边都是有实的摸射的经验 最后要推动学科交叉 非常重要的 还是要培育我们好的 学科交叉的文化和土壤 我们要培育追求真理 讲求品味的这样的氛围 最重要的 就是像祖可征学生所主张的 我们搞科研 是为了追求真理 只问是非 不计厉害 这一点 我们往往做不到 这是我们科学发展当中 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我们要培育优秀科学家的脾性和品腕 包括好奇性 包括维持 产生我们的激情 要能够专注 能够持续不懈的 自主的努力 要保持科学的程序 要在科学道德上面 能够做到最基本的维持 我们还要推崇 合而不同 兼容并包的氛围 学科交叉 是要特别鼓励 特立独行 要能够打破常规 当然也容易犯错误 容易失败 学科交叉成功的人 往往是特别聪明的人 特别聪明的人 有的人说绝对的 往往在精神上甚至有点特别 我们一定要给予包含 所以就像美国诗人 华莱斯·蒂文森说的 不完善才是我们的天堂 在我们科学研究上 我们是很特别的 被大家认为很奇怪的 往往是我们交叉和成功的天堂 就像我们要包容 像美国 Craig Venter这样的 那种很怪的人 他的一句名言 他说我最引以为荣的成就 当初被商界和学术圈记恨 他真的造成很多人记恨 但是你再进行打不到他 这是本事 也是我相信 也是在美国这个学术圈里面 他们具有这种 比我们更好的学科交叉的氛围 和科学文化的土壤 我觉得这是我们 还是要不断努力追赶的 我觉得还有 我们要推崇合作交流 平等互利的这种氛围 我们要开好学术会议 我们看那个基因传这本书 很多重大的发现 都是在小型的学术会议上 都是在喝咖啡的时候 两个科学家 都是在闲条散步的时候 他们突然灵感产生 都在会上得到的互相启发 而我们现在的学术会议 往往变了沃尔 所以我们要开好大会 小会 学术会议 就要像学术会议的样子 我们要开展学术访问 各种各样学术的形式访问 谁做得好 我们可以去 专门去访问它 我们交叉研究机构 也要成立专门的共同体来促进 比如我们能不能 大学和科学院的 专门的研究机构 交叉研究的机构 我们成立一个同盟 我们正在孕染之中 最后我们要传播经验 创造舆论 我们一定要来创造 学科交叉的舆论 我们这次办好 这个学科交叉研究的魅力 民事系列讲座 就是制造舆论的 一种努力 我希望我们大家努力 把这个系列讲座搞好 把我们讲座的推广做好 把它的影响扩大 同时反过来 让我们的讲座办得越来越好 我也预祝我们这系列讲座 取得圆满的成功 谢谢 谢谢韩老师 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 大家也提了很多问题 我在下面整理问题的时候 就发现 因为韩老师讲得太全面了 很多问题其实都已经回答了 但是我们还是选几个 来问一下韩老师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作为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学生 通过学习发现 自己实际上只是对一个学科 有深刻了解 对其他学科 多半只是稍有耳闻 那么在研究过程中 应该如何确定一个 合适的学科交叉的课题 那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 如何平衡学科交叉 所需要的知识的广和深 会不会出现 科科都精通 科科都不精的现象 这个问题 其实我刚才讲的里面 也带着一点 其实学科交叉 应该是自然发生的 也就是说 你的有科研志向 高的志向 你要去做原始的创新 那么你带着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很可能自然会用到 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所以这里面就取决于几个方面 第一你地基打得好不好 像我这样的地基就很困难了 我认为你碰到这个微积分 你现在跳过去 你碰到电路 分到这个计算程序 编程 你再跳过去 如果说这样一些基础东西 乃至于我搞医学的人 对生物 对基因编辑 只能说出个大概 这样的基础就不够了 所以前提还是要打好基础 但如果说在一定的基础情况下 我第一 就是你要提出好的问题 才能带动你进入学科交叉 其次你必须扩大事业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能仅限于现有的技术和方法 也就要借助于别人方法 甚至别人也不行 我自己来建方法 但这件事情是容易吗 绝对不容易 首先你要找到合作的伙伴 学习的对象 然后怎么用到你自己的领域里边 解决你的问题 这说起容易 做起来是不容易的 刚才的问题提出 最后我想学科交叉 我怎么去找 最后找到最后 可能我学科那么广的 我到底去选什么呢 会不会把我自己都没有弄通 都脱空了 这种可能有没有呢 是有的 搞学科交叉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但是我认为 只要你要找到解决的问题 是对的话 那么你总能找到好的办法 另外我刚才讲的 其实做学科交叉还有一点 就是把你自己这个学科 还是这个要坐牢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很重要的 说实在的 如果大家都学科很重视 都很重视了以后 你如果这个学科你拿得住的话 别人也回来找你去 不仅你去找人家 人家也找你 我们去看我们遗传学 发展的这个过程 几个重大的发现 也都是学科交叉的 但是学科交叉 谁跟谁交叉成功呢 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里 做得最好的 比如说我们基因编辑 那最后决定就是 我做RNA 这个Berkeley的 比如说加州的 我做RNA我做的最强的 然后那个人是做病毒 为什么我做最强的 两个人我自己有这个想法 最强的他必然就可以做好 所以包括DNA的发现 为什么是他们成功呢 为什么这个Franklin他能成功呢 你要做X光演摄我就做得最精 我的照片能够拍得最好 这是他自己本领域的吧 但是他就容易跟别的人交叉 所以实际上搞好本专业 跟学生学科交叉 我认为是不矛盾的 这位问理工科与人文社会科学 交叉的难点是什么 这个问题呢 像是我刚才讲 我18年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以后 我从事的科学文化科学史研究 这是最典型的理工科和文科交叉的 因为比如同样搞个科学史 自然科学的人搞科学史呢 往往写着叫我们叫 从科学史来叫内史 比如说Einstein的研究 他这个相对论是怎么发现的 我搞这个人类镜组 那怎么从遗传学怎么能够过来的 那是科学家来搞的 那么历史 他又是历史 所以历史学家他来做的呢 往往是外史 就是这个科学家做出科学成果的时候呢 他到底是什么社会推动他 为什么他做这以后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呢 这个他写出来是故事 但是呢往往对科学理解不够深 我说这个基因 刚才这本我来推荐大家这本书 为什么写得好呢 他是内史外史的结合 我真的很佩服这位作者 印度裔的这个美国总流转家 他能够把从这个摩根 这个孟德开始 进两个世纪的这个发生的这个生物学生命科学的这个每一个环节 他的生物学的原理把它说得那么清楚 但是又是他完全经历着故事以及社会背景都能够融合在一起 我想这个没有文科和理科的交叉 它是完成不了这本这样的这个著作的 所以我想呢这个我们学科交叉 它真的不仅仅是理科的交叉 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科学史 我们迫切需要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 跟搞社会科学的人 搞这个传播学的人 搞其他社会科学的人 我们都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来这个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好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一点我们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现在往往反映像我们这些自然科学的人呢 来去搞历史的时候呢 他们历史学家看不上 因为你最起码的史学的功底没有 那么他们这个搞这个历史的人呢 那他们觉得更困难 因为你看历史书还能看懂 他们看我们的这个自然科学的时候 一点都看不懂 补课也更难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学教育 政治要改革了 我们现在说高中开始就分文科理科了 那不得大学更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的 我们教育一定要改革 所以我们也是我们推动学科交叉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好 那没有看过刚才韩老师推荐那本书的同学呢 建议去看看那本书 从那个地方开始 那这个下面一个问题 跟刚才那个问题其实也有点关系 韩老师 您在讲座中有不少科学史内容 也谈到了科学文化 那您觉得科学史的教育是否应该更早开始 怎么样推广科学文化 怎么样让学生更早的了解和学习科学精神 我体会这个内容会很丰富 牵涉到方方面面 我这种就是讲两个体会最深的 第一个 我们要学科学 我们比如说大学生 研究生 我们要搞科学 学科学当中 怎么来学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老师讲基本概念 基础知识 基本技术 我们讲三级 一直是我们强调的 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样教出来的学生 他并不一定对科学有很深的理解 对这个教的这个点 他不一定理解很深刻 反过来 我们的教学 我在设想 应该从科学史讲起 我们讲糖尿病 我们医学讲糖尿病 自然就要讲胰腺 就要讲到胰岛 胰岛讲到胰岛术 然后胰岛术怎么 为什么能够防止 来治疗糖尿病 我们一般都这么讲 什么叫胰岛结构是什么 然后胰岛术通过什么生化的环境 来把血糖嫁解等等 讲完以后 他记住了这个知识 但是他不会去发展 但反过来 我觉得像这样的知识 应该从 胰岛是怎么发现的 第一个怎么从解破学里面 发现了这个胰岛 然后胰岛的功能是怎么发现的 然后这个功能发现以后 最后怎么在上个四季二十年代的时候 发现这个胰岛术能够提炼出来 能够治疗糖尿病 然后这个糖尿病到现在 还发生 为什么还那么严重 如果把这个历史讲清楚了 在历史的过程当中 来讲授这些知识的话 他对这个知识理解是全面的 他对通过这样的教训上 他不仅对科学会有更深的理解 而且他有举一反散的效果 你可能其他的内分泌的东西 你可以不讲 你讲个胰岛术以后 其他生长极数 其他性极数等等 他可以举一反散 以此类推 他自学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从学习的层面来讲 是这样的 要考科学史的方法来讲 但是从人的素养来讲 从人的科学素养 对科学的理解来讲 我想通过历史的进程 就会知道我科学怎么发展来的 对于什么是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方法 科学思想 我会有更深的理解 我想都是需要通过科学史 所以不仅是理科的人 文科的人 我始终讲 现在 现代化 是由科学技术来推动的 我们说 人文是 这个科学的 方向盘和刹车 那么我就说 你这个刹车和方向盘 如果都不在车上 你怎么去作用 你的前提必须在这个车上面 也就是说 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 你必须懂得科学 你如果不在科学 不知道一点科学 你就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我想 这些人文社会科学 至少也得有起码的科学知识 和科学的一般的常识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可以作为科学史的途径 了解 所以我们的主张 像北京大学 或者其他的高等院校 将来本科生的 必须把科学史 作为必修课 这也是我们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医学史系 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同道 和学生们 能够接受 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 好 那下面这个问题和机器人有关 您如何看待 现在医疗机器人的水平 比如说现在达芬奇机器人 他们的发展趋势如何 能否完全实现远程手术 即手术始终 具体操作全由机器进行 这个问题 我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机器人发展 在医生上应用越来越广 比如说你说达芬奇机器人 它完全可以操作的比人更惊喜 人要发抖它不抖 人要看不到的地方 器官的反面 你只用镜子反光 你不精确 它可以看到 所以机器人在医学上的应用 会越来越广 包括刚才讲的内窥镜诊断等等 再加上人工智能 它会越来越精确 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但是它永远代替不了人 为什么 你必须给它设定程序 即使它自我学习 它也需要 有人的掌控 为什么呢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看片子 包括这次新冠 读我们的肺 这个片子 现在又有自我学习 你叫他连续看几亿张 几千万张片子 他会越看越熟练 他看比你看人还快 而且已经做过比赛 他的准确率比人还准确 什么叫准确呢 就是你在你规定的标准下 他比你准确 这标准是什么呢 人指定的 标准是什么 是什么 是概率 也就是我们人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生的病也不一样 吴杰平 我的老师导师 吴杰平院士 他讲 我做外科大夫一辈子 就是蓝尾炎那么简单的 没有一个蓝尾炎的病人 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 但是蓝尾炎有没有贡献呢 有 基本上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 有没有特殊性呢 每一粒都有特殊性 比如说 看片子 比如说 新冠 它的造成的肺炎 它的肺炎有它的特性 如果拿现在 有自我学习的人工智能来读 这次也已经使用了 非常快 非常准确 但是一定会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给它 自定的标准里面不完全 有的片子 你给钟南山看 你说所有的规定 它去对 可能都是 没错 但是他会说 我感觉这好像 有点不太一样 这感觉是什么 人还没弄清楚 人的意识 感觉 情感 都没弄清楚 我们所有的医疗 跟机械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所有人都不一样 它尊重一般的规律 但是经常有一些 超乎规律以外的东西 要凭你的感觉的东西 这些呢 我相信机器人 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我想机器人 一定会因为越来越广 但是我们不能迷信机器人 尤其对我们医学 对于的人来讲 它太复杂 所以意外的情况太多 所以我们还是 不能完全靠机器人 来解决问题 好 那后台刚才提醒 我说时间不多了 那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 您提到18世纪 英国科学家 发现了柳树皮能退烧 您也有一段 非常有趣的经历 自己也做过中医 那么您觉得 是否可以用学科交叉的方法 来研究中药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这个Stone Edward Stone 它从柳树长在枣子地 涅结枣子地多 因此它说可能里边能退烧 后来果然发现有 那是碰上的 运气 但是人 以前科学不发达的时候 可不就是这样发现的吗 我们中医的里边这种东西太多了 对吧 你人打嗝 打嗝 都被气上来吗 气上来我拿啥东西 拿重的东西压呀 遮食 石头 可以压下去 像内税这种东西得到启发 后来还真有效 那是什么呢 就是本身就是衰血 衰血里面 它对不上的你媒体 大量是对不上的 或者是你现在应用以后 它不知道真有效还是没效 那么它其实交叉学课 能不能在里面去做人 我觉得是肯定的 就拿它去说是中医 中医确实 我又发表了几篇中医 也引起了一些大家的关注 我因为我说我有底气 因为我会看中医 因此我会有点体会 中医真的是不能说没用 中医是伟大的宝库 里面太多的宝藏 但是需要挖掘的 不是说你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宝 也有垃圾 但是呢 在现代社会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自觉不自觉 你人们 就是人类 已经接受了现代科学 所以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提示 可以提供可能 但是最后 首先的学科交叉 是要有证据 要证明它 比如说 你说柳树皮 可能能退伤 OK 那你要 用统计学的方法 用寻证预学的方法 来证明它 确实是有限 这个就已经不简单了 因为这里面牵涉的方法太多 比如说 你必须做 随机 双盲的 对立设计 然后 什么叫有 显著差别 做什么统计学的方法 这个统计学方法 做出了有显著性 它代表多大的概率 你代表什么意义 这都是学科交叉 更不要说 这个柳树皮有效 那里面是什么成分呢 为什么有的发热病人有用 没有的发热病人没用呢 虐计 它有的人 它是有用了 它退烧了 但是它虐计还在 因为它只是 作用于中枢 叫它发热中枢受到一致 而病原体没在 所以你要研究它 到底什么成分是作用 后来人们终于研究 里面真正好的是水阳酸 水阳酸还不行 要改变 用化学方法 认为是水阳酸 好了 R4P0出来以后 认为它能退热 那个阵痛 这一点非常容易做 为什么呢 它阵痛太明显 所以不需要大数据 一百粒足够 为什么呢 仍然有效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 就需要统计学的交叉 进一步需要 需要化学的方法 然后你提寸了以后 R4P0到后来突然发现 它怎么有 对凝学有功能 就给血液血液 又刮伤了 血液刮伤又凝学以后 为什么呢 灌心病跟心脏 科大夫又刮伤了 但是R4P0 好 用于灌心病 就这个过程 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 不同的学科的人 在这里研究 最后就证明 它是有效的 有效了以后 用了那么多年以后 现在又从数据里边去发现 很多人是没有用的 而且还有未尝到的 畜血 包括我 所以我想吃了 我吃了十几年的R4P0以后 现在停掉了 那么R4P0 还有没有别的作用呢 它到底作用 那么这个灵学是什么机制呢 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 各个学科的人来联合研究 所以我想 从传统的经验医学 经验的药学 到我们现代的药学 现代的医学 中间从历史的过程当中 都是多学科共同的努力 在今后 我相信 也是需要多学科的人一起努力 才能给我们更好的答案 得到更好的应用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就到这里 那敬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这个系列的讲座 来领略交叉学科的魅力 谢谢韩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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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